C调C型音阶对初学者来说比较陌生 其实练好前面几个音型呢 这个不难 为了满足朋友们不同的练习需求 我用两种右手拨弦方式为大家示范 第一是右手食指和中指的交替拨弦 二是拨片交替拨弦方式 这两种拨弦的方式 以前的视频有很详细的讲解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我主页找到很多关于吉他的教学钢货 C调C型音阶在纸板上所处的位置是从第七屏开始的 练习要求和前面的几个音型一样 我每次都要啰嗦一次 没办法 这个很重要 一注意手型 好的手型才有好的音色 才能弹得轻松 二保留指 找到屏幕上的这个视频 很清楚的说了 弹音阶是保留指的应用 三循环练习 四慢速练习 三徽环练习 三徽环练习